賴蕭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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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總統蔡英文牽起賴希德 跟蕭美琴的手 象徵交棒賴蕭佩 選戰倒數兩天 民進黨十一號晚間 在台北市舉辦 凱盜護國之夜大型造勢晚會 民主不是大風吹 一旦把國家交給錯誤的人 走錯的方向 就不能夠重來 國家也不是實驗品 讓沒有準備的人來領導國家 就會失去方向 鑑定的向國人同胞提出四個保證 第一個保證 保衛國家生存 第二個保證 民主治理 第三個保證 推動國家希望工程 第四個保證 堅持理想 永不放棄 選前北市最後一場大造勢 賴正營高喊超過二十萬人立體 空拍畫面曝光 警服門全被人潮包圍 更蔓延到後方仁愛路 民眾也自製牌子說 美德在路上接棒小英 我們把蔡總統送進總統 為台灣打拼八年 台灣現在已經是世界的台灣 大家是不是用最正的掌聲 給蔡總統一個最溫暖的感謝 謝謝台灣人民給蔡英文八年堅定的支持 我們留下了世界的台灣 一個世界認識的台灣 世界認同的台灣 世界願意共同守護的台灣 深深鞠躬感謝民眾八年來的支持 也希望順利交棒成功 除了因賴消外 陳建仁 蘇貞昌 鄭文燦 陳時中 以及民進黨台北市立委候選員等 全都輪流上台展現綠營大團結 1月13 出門投票 1月13 民進黨拚勝選氣勢 蔡總統攜手賴消 走完最後一里路要成功挺進總統府 但是我們的環境評測是讓我們來吃欠готов了 3月15環境譜 10月18 諸ë 19Black 平民將 感谢观看